OK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时候 我是五彩 然后呢 今天呢 节目开始之前 先问候一下大家 因为前段时间 出去捋了个油 买了些纪念品 给大家展示一波 大家看看 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 这个叫送波 然后呢 另外呢 还搞了一些小文玩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跟我一样 喜欢这些 老物件 旧物件吧 可以这么说 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是什么呢 其实是这个 就是我回来之后 刚刚拿到的 今天收到的快递 为什么人会喜欢 复古的东西 有人说复古的东西 从来不过时 那为什么人会喜欢复古 这一类东西呢 我觉得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可能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太短了 可能最多不会超过一百年 所以当有一些跨越时空的东西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或者一些产品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有那种 穿越感 或者说就是有一种认同感 历史的认同感在里面 再或者的话就是 就是经过时间洗礼过的产品 它往往是比较经典的 就是经典的东西 往往就不需要考验人的生命 或者是经过人的审美考验 所以就不会过时 经典的东西不会过时 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手表的话 该说不说 我觉得就是属于一种 那种跨越过八九十年的历史 同样不会过时的一块 经典手表 同样呢 适合年轻人 也适合年纪大的 好吧 就是这块来自瑞士的梅花表 给大家打开先看一看 然后表盒呢 首先一看 哎呀 这个木质加钢琴烤漆的做工 就要这个表 肯定不简单 是吧 不便宜 其实也没有很贵了 其实在机械表里面 我觉得这个算是有比较性价比的 所以推给大家 好吧 Titoni of Switzerland 就是瑞士制造梅花表 梅花表 虽然咱们中国老百姓 其实很熟了 就是电器的老三大件 但是其实梅花表 它是来自瑞士的品牌 而且是瑞士独立制标品牌 好吧 是算是基因 非常的纯正的一个品牌了 就是这块Heritage 94020 这块表呢 其实来自瑞士的 这叫一个传承系列的万表之一 这个系列的来源呢 就是因为这个梅花表 其实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然后它的历史的过程中 其实有过很多经典的万表 然后传承系列呢 就是把这些历史上 它们非常经典的万表 进行一个复刻 或者说进行一个改良 来重新推向这个市场 我手上这块表呢 它的最初的原型 就是来自于 Felka 13048 就是19世纪 50年代的一块万表 并且把它注入了 KF Racer这样的一个灵魂 KF Racer 我相信玩摩托 或者玩改装的 肯定对它很熟悉的 这几乎是摩托车改装 最大众化的一个改装风格 就是Racer 就是一个更注重速度 和轻量化的这么一个改装 最早呢 这种改装风格 是来自于英国的伦敦 那当时呢 因为优秀的摩托品牌非常少 然后很多人想玩Racer 想玩这个竞速的话 就会把自己的摩托 进行这样一个竞速化的改装 比如说是扁平的座椅 或者长油箱 或者分离式的这个手把 其实KF Racer 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算是一个 非常良好青年的形象 他们经常在一些咖啡厅 然后聚餐或者说聚众 然后呢 进行这样一个飙车 后来呢 KF Racer 这帮人 他们也开始做一些慈善的活动 慢慢的对这种 我们现代话说叫 地痞流氓一样 那种形象的一个改观吧 到至今为止呢 KF Racer依然很火 而且我觉得算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亚文化 它既代表了一种 越野车的改装风格 也代表了这样的一种 个性非常强烈和浓厚的 复古风格 那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表的样子 它其实除了有很多黑表盘 白表盘 钢链 还有皮链 有很多版本了 表盘呢 非常简单 黑白相间 两个颜色 然后这个就算是我们现在 非常流行的熊猫盘 熊猫面了 然后呢 它的即时秒针 还有秒针呢 都做了这样的一个红色的指针 就有一个提亮的效果 就像这个原本 普普素素的一个表盘 就有了一些热血的色彩在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这种红色的指针 一般都用在赛车 或者是你知道 你的汽车的那个 时速表上面 所以就看起来 就很热血的这么一个设计 表盘其实整个 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这是我喜欢它的 或者说购买它的一大原因 除了这个上面的Titoni 跟下面的Automatic之外呢 这个表盘上 就只有刻度 没有任何的字母 什么潜水深度 或者哔哩巴拉的 全都放在后面了 正面的表盘呢 就很干净 然后呢 它的刻度上 包括它的指针上 都有加一个叫 Super Luminova的 荧光涂层 所以让你的指针读取呢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表带呢也是我个人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因为深圳的天气 其实大部分天气是比较热的 然后这种钢带会戴起来 会比较舒服一点 散热比较好 当然了 如果你喜欢那种 更浓厚的复古风格的话 你可以选择它 那个水牛皮表带的那个版本 那个版本比这个版本 还便宜1000块钱吧 好像 对 然后这个表带侧面呢 两边它是做了这样的雾面 然后中间的话 是这样多节的 抛光的处理 所以这种表带 其实比我们常见的一些 比如说水鬼 或者什么那种 普通表带呢 它会更柔软一点 然后你戴起来会更贴合 然后呢 整个表的表径呢 是41mm 就是其实算是大表了 我就超过40都算大表了 所以戴起来的话 其实因为你想想 KFIRIS玩赛车的一帮人 这个表肯定不会买太 袖针或者太鲜薄的一种表 那这个表的风格呢 就是其实戴起来还是蛮大表的 对吧 然后呢 表的厚度呢 我也没量 但是看起来还是挺厚的 因为不管它这个玻璃 还是它的背透 其实都有做这样一个 夹厚的处理 那玻璃的话 它是用的蓝宝石的玻璃 然后有做一个双层的镜面反光 所以这个 虽然它玻璃很厚 但是呢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上 去看这个表的时间呢 都是非常清楚的 它没有任何的反光 在这个镜面上 所以这是就很清澈的那种 感觉就很舒服 然后背面的话 它也是做了一个背透 那原版的Felka13048 就是50年代那个表 其实是没有背透的 但是背透的话 也算是迎合了 现代年轻人 或者现代玩表一族 对于这个背透的喜爱吧 然后侧面的话 就是它两个计时之争了 这个之前的节目 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关于它的开始暂停 还有结束 哦 顺便说起来 想起来了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梅花表的历史 还不了解的话 上一集有给大家介绍过 就上一集给大家介绍梅花表的时候 有聊过这个品牌的历史 大家可以去翻看上一集节目 包括这样的圆柱型的计时双按 就看起来让这个表 就复古味道十足 而且圆形的表盘 我很多表 买的都是这样的圆形表盘 因为我觉得 就是简简单单是最好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买表其实真的是要考虑预算的 就是我们需要找一个 既可以上班在鞋子楼里的时候 佩戴不会显得太运动 就太不合体 那也可以在就是下班之后呢 带一个又看起来不那么死板的表 官方定价是一万到两万这个人民币 这个区间 所以其实在机械腕表来说 算是一个入门的价位了 梅花这个品牌 如果你可以说你家里的老人 或者你的父母 对梅花一定非常熟悉 就这个品牌其实在很多人 在你的老板 在你的爷爷奶奶眼里 可能比什么百大菲力 比什么不差 所以就把这个表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右拐去专柜了解一下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万表介绍了 如果你喜欢这块表 或者想看更多关于手表介绍的内容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